喂 大家好 歡迎來到TR616 接下來的講師是Dankin 他是一名九名經驗的軟體工程師 平常也活躍於黑客松社群 參與開發各項的開源專案 今年主要參加的是PTT官方APP的專案 以及提案立法院大小生APP 方便民眾監督立委 我們來聽聽他的經驗談 就是開源公益專案能夠賺錢嗎 那我們就交給講師 大家好 今天講的題目開源公益專案能賺錢嗎 畢竟是一個直雅的題目 所以我們會比較世俗一點 會講一些錢的數字 今天的投影片已經有放在官方的共筆 我把投影片連結放在上面 所以有興趣也可以在上面看 開源公益專案是什麼 我們先把範圍定得更簡單一點 如果只問開源專案能賺錢嗎 如果我在圈子打滾酒 或其實Cost Club能辦到這麼大 大家就知道了 那當然能賺錢 那只是怎麼賺 我們會從這三個蠻常見的license 來個別舉一個例子 來指出有什麼特別有趣的案例 第一個是GPL 大家知道GPL最主要是linux所使用的案例 然後它的核心原理 有很多人會戲稱說它是病毒式的授權 因為一旦你用了它的軟體 你的程式碼就得一樣用同樣的授權出去 所以我們要舉的例子就是linux 那這本書是一本很古老的翻譯linux的書 叫just for fun 它自己的自傳 那它當時linux上市 不是linux上市 是linux的背後有一間叫Red Hat 也就是紅帽公司 它在1999年就上市了 那如果大家用過linux 應該知道 linux 最主要的常見版本一個是RPM系統 另外一個是Debian系統 RPM系統就是從Red Hat開始的 那Red Hat當時上市的時候 有分給linux Torvales 也就是這位創辦的一些股權 那這股權就可以看到它描述的這一段 在當時1999年擁有的價值是100萬美元 所以你可以想像大概在20幾年前 它擁有市值台幣超過3000萬的資產 假如它有順利賣出去的話 不過我們後來看歷史 大概知道就是2000年的時候 網路進入泡沫化 所以我不知道它後來怎麼處理這個股票 但是在那一年應該是跌滿多的 但假設你想像一下 它做這個linux 然後獲得這個3000萬台幣左右的資產 如果他來台北買一個豪宅 然後放到現在 那絕對是上億萬的富翁 這樣 那GPL這個授權 大家知道除了病毒以外 對於linux這個人來說 如果你去看他的訪談 你會知道這個專案背後 不是走他一個人 但是是他領導的 什麼意思呢 你去看GitHub上面 linux這個 和kernel的project 它前面並不是一個組織 而是linux 也就是他自己這個人 這跟你現在所看到很多開源專案 或有一個組織 或有一個組織的名義 甚至於是商業公司在背後 負責管理 很不一樣 就是 它認為這個東西是真正的去中心化 它自己維護一個版本 那因為GPL這個授權 使得他可以 有點算強迫 或是歡迎這些社群 跟他一起共創 所以呢 這個 linux的授權 協助他 在他的名義下 他自己去挑 他覺得適合的一些patch 然後組出來的這個linux kernel 那 這個部分我們後面還會再提到一些 比較有趣的案例 不好意思 好 那我們直接看投影片下一張 你可以在那個共筆上面看到 我下一張要講的是MIT License 那MIT License是一個很有趣的開源專案 我覺得在整個開源社群發展過程中 包含到我們網頁 mobile的開發 很多都是使用MIT License 那它也非常短 你 主行的看過 你就可以知道 它的意思就是 我免責 任何人都可以用 只要你把我名字也掛上去 所以 你看 MIT License 跟 公眾授權 就是Public License 真正的差別是什麼 其實就只有 免責 以及 拜託大家 把我名字也放上去 讓我 也有個 名譽在上面 所以MIT通常被稱為很寬鬆的授權 那這裡我們要舉的例子是什麼呢 Ethers.js是在區塊鏈這個領域 以太方這個領域 蠻重要的一個套件庫 那 不好意思 它背後的這位開發者 它自己做了這樣子一個project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是說 它為了它自己的做 所以它用了很多 然後它甚至於去努力做到 除了Ethers.js以外 它裡面的所有Dependency 它都確保全部都是MIT License 那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 你用它的套件庫 你不用再去看它裡面的紙套件 到底有哪些授權 你可以很 很有信心的 它整個套件庫都是安全的 就是MIT License 你只要付名義上去就可以了 那 這個在 我想在Linux年代 大家知道 你如果用很多商業版本的Linux 它有可能會 疊加一些 它需要的各種商業套件版本 不同版本 不同License 然後有些甚至於是 Closed Source等等的 那 這個人 他在這個專案上 試圖做到就是 完全的MIT License 而且你去看它的GitHub 是真的只有它一個人開發 所以這個案例特別是 這個專案不像前面Linux 是由Linux 以及它的 許多朋友們 一起開發出來的Kernel 這個專案真的只有它一個人 那它怎麼賺錢 我們這裡要提到的是Gitcoin Grant 它有好幾個不同的 經濟來源方式 那 比方說GitHub sponsor也是其中之一 那我們最主要是想要提 Gitcoin Grant的東西 Gitcoin Grant是什麼樣的東西呢? 它在每季都會推出一次的募款計畫 然後讓各個專案 開源專案 在上面提出說 你做的是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如果對社群有幫助 你就可以捐錢給它 每季都會有一次 那最主要就是針對開源專案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今年我才認真的去觀察 這是到底怎麼樣運作的方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Ethers.js的開發者 在過去三次的 也就是過去三季的Gitcoin Grant 拿到多少錢 你可以看到從上網下 Beta Runs是最近一次的 然後再往前 Alpha Runs跟Runs 15 也就是他們前面已經有募資過很多次了 那Contributions是捐贈錢給它的錢包的數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從這一次 最近這一次Beta Runs只有117 有很大部分原因是因為 他們這一次的捐贈使用了以太方主網 然後當時很不幸的遇到Gast fee 也就是手續費爆高 就是你捐一次錢 不管你捐多少 1塊錢美金 10塊錢美金 你的手續費也快要10塊錢美金了 所以很多人在那個時候就不想捐 因為手續費實在太高了 那在那之前你可以看到 捐的也是蠻多的 大概就900、1000這個數量級 那Total Contributed 也就是這些人所捐出去的錢 那這些錢當然就是捐款出去 然後可以讓這個作者拿到 看起來不太多 你一計落只拿15000美金 也就是相當於3萬、10萬左右的台幣 可能就是普普還行 那我們要講的是後面這個Match Amount 這裡看起來就很有趣了 你可以看到他在最早前三季 那個Round 15的時候拿到37萬的配捐 我們會叫配捐 然後一直到最近都還可以拿到10萬左右的配捐 然後你看這數字你可能還會覺得很奇怪 尤其是最近這兩季 他這一季只拿到117個配捐 可是他一樣拿到10萬 1萬左右的美金的配捐 那上上季拿到906個配捐 可是他一樣也拿到10多萬的配捐 那這個數字 這個配捐的數字到底怎麼來的 那背後原理只是說你在捐款出去的同時 他就有點像一個投票權 背後有另外一筆資金 外部來的資金有點像是善款 那他會依照捐贈的人去分配這些錢給他 那他捐贈依據的不是你投下去的錢 而不是用錢當比例 而是以平方投票法 也就是我們下面要講的 以錢包數或其實是他希望做到的是人 越多人投給他 他可以拿到配捐的比例越高 從這張圖可以最簡單可以看到 假如有一個人捐錢給他 也就是贊成他這個專業有貢獻 他可以拿到一個投票權 那你如果有兩個 就會拿到四個投票權 三個就拿到九個投票權 那當然他還是看數字的 他還是看就是說 你可以想像一般的市面上的捐贈 如果我捐一百塊 你可以想像比方說報道者好了 報道者仰賴大家小的捐款 但是你捐的可能是五百一千 就沒有了 那你可能比不過一些大勝人們 他們可能一計其實是捐一千萬三千萬 這數量其實差很多對不對 你的影響力比不過他們 但是如果有一百個人 一百個平民百姓捐了一百塊 跟一個人捐了一萬塊 在這平方投票法的計算之下 因為他經過平方了 這一百個人的效益就會很高 換句話說這個平方投票法 他的募資看中的是 越來越多人 他看來是人數為重 越多人認同你這專案有價值 我就給你越多錢 那這個投票法非常有趣 就是他在Web3 在區塊鏈這個產業 優先大量的使用 然後也成為這個 Eaters.js作者的主要經濟來源之一 那我們現在可以回頭看一下 所謂的開源公益專案能賺錢嗎 那定義公益好像有點困難 我們很難說你做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真的對社會有公益 然後你又值得拿多少錢 那所以我們稍微退後一步去探討另外一個東西 那開源軟體是公共財嗎 公共財大家比較可以想像 他顯然對社會是有益有幫助 任何人都可以用的 所以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經濟學上的基本定義 如果你是一個排他敵對 也就是說食物 汽車 遺物 任何人用了別人就沒辦法用 而且他擁有了 就別人也拿不到 這種私有財產的概念 那其他的準私有財 準公共財 我們就先略過不看 你可以經濟學習 大家就會知道 所以公共財真正的特色是什麼 是這些國防免費電視節目知識 或甚至於我們講的開源軟體 任何人用了不會影響到別人 沒錯嗎 那任何人用了也不會讓別人不能用 沒錯嗎 所以基本上只要是開源軟體 他就很接近公共財了 因為你丟出去任何人就可以用了 大約是這樣子 但是更精確一點講 我們當然希望不要做任何限制 不會有人限制說 誰可以上高速公路 對不對 所以在Public Domain 也就是完全放棄近代所規定的著作權 真正進入公眾領域 我認為是比較好的公共財 或者是公益的定義 也就是這個軟體 不只是你認為對社會有幫助 而且你確實毫無限制的讓社會可以去使用 其中一個有名案例是Sequel Lite 這個大家不知道 知不知道Sequel Lite是Public Domain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你任何人使用Sequel Lite 你完全不用Site它 就你知道大家都可能開發軟體的過程中 會用到各種license 然後你不一定會記得把所有元件license 放進你的網站或APP裡 對不對 理論上你應該要 那Sequel Lite是說 你一旦用了 你不放也沒關係 你不用聲明你用Sequel Lite也沒關係 它完全的公共財 任何人都可以用 沒有任何條件 那所以Sequel Lite 作為Public Domain 最常被用到我覺得很多有趣的地方 比方說以iPhone來說 iPhone我們自己內建的 預設的官方資料庫 Coldata 背後是Sequel Lite 那儲存帳號密碼的一些隱密資訊 Keychain 背後也是Sequel Lite 所以Sequel Lite最大的使用器 是在手機端 我覺得這邊有一個很有趣的小故事可以分享 就是Sequel Lite 對 它要補充 Sequel Lite也是幾乎是一個開發者完成的 它後續有再加了 我記得兩三個開發者 那它主要也是一個開發者 就把這些東西完成 然後它是Public Domain Open Source 但它沒有Open Contribution 什麼意思呢 它沒有放GitHub上 也沒有要接受你的Pool Request 我就是這樣 我把東西丟出去 它是公共財性質 但不代表我要跟你合作 所以公共財在這個意義上 我覺得是更有趣 就是它自己一個人 有點像剛才Ether.js 它自己一個人把東西做出來 也沒有打算接受社群貢獻 那為什麼這樣子是有趣的呢 它在這個專案裡面 怎麼賺錢 它賺錢的方式你去看它的官網 它有很多商業合作的方式 比方說有些商業公司 它會希望確保它使用的這個軟體 背後是真人寫的 它能做一定程度的負擔 法律責任說 這個東西是確實有一個人寫 然後你可以提供顧問諮詢等等 所以它有很多商業模式是這樣 那這個作者 我看到它有一個訪談非常有趣 它一開始寫完之後 覺得自己應該寫出一個沒有BUG的程式 沒有BUG的資料庫 很有自信 然後Android上市了 它當時跟Android那些開發商合作 Android上市了 幾百萬的手機出現在大家的手上了 然後Seqlite就瘋狂 crash了 它就很困惑 就是它相信自己 就是大家以為開源是BUG或安全性是開源的 大家看到就會幫忙修 對不對 大家有個那種江湖謠傳 但Seqlite在很多Android上面 crash了怎麼辦 當時它剛好也在跟一間做航空器系統的公司合作 那他們對於所使用軟體的要求是 Test Coverage要100% 意思就是你所有的測試都要完全涵蓋 你以為是你想的那個Test Coverage嗎 它要求的是你這個程式嘛 所編譯出來的Binary 每一條Binary經過執行的路徑 至少都要測試過一次 所以這到Machine Level了喔 所以呢 他當時一邊困惑著這Android的一堆 crash要怎麼解 一邊在這個合作過程中 好 下定決心 我要再把原本大約95%的Coverage提升到100% 那經過多久的努力呢 他說他花了一週六十個小時 如果算就是每天五個工作天 每天十二個小時寫了一整年 他花了一週六小時 一整年把Test Coverage 完全的達到航空器公司要求的 每一條Binary執行路徑 都有測試過的百分之百 那之後他說 經過很多年Android就再也沒有crash了 所以這個東西你可以感受到 它雖然是Public Domain 但它沒有因為大家想像的開源 所以大家就會幫忙修BUG 幫忙修安全性 而忽略這個軟體品質 軟體品質基本還是靠他自己 以及他的幾個朋友所做出來的 所以Public Domain有賺錢的方式 軟體品質還是要靠自己維護 這是SQLite的發展方式 那我們簡單回顧一下這三個 這三個有什麼特性 GP我們剛才提到Linux 它是一個作業系統的核心 很多人喜歡說GN GNU Linus 就是說它背後還有很多的應用軟體的一些層 是GNU那個組織所開發出來 它只是一個核心 那Ethers.js它是一個做區塊鏈的套件Library 所以你在使用跟這些區塊鏈的技術呼叫互動的時候 你還是要寫上面的應用層等等 所以它也是中間的一層Library Sqlidar更不用說它是完全的存資料庫 所以這三個的特性是 它們都只是軟體元件 它不是你現在平常用到的網站或是App 這些上層的東西 它都是中間一層 那我就很好奇就是 那我們這種寫App寫網站的 我們有機會透過開放原始碼來賺錢嗎 開源工藝的應用軟體能賺錢嗎 這個就是我不確定 然後也在探索的問題 所以我前一陣子呢 其實是幾年前 就先從這個檢難問題出發 我身邊自己心裡想的 我們現在快速回到台灣的立委選舉 大家知道四年選一區 然後明年又要選了 立委的這100多個立委裡面 有一些是區域立委 有一些是不分區立委 也就是你選你的在籍立委 以及政黨票給那些不分區立委 大家知道自己平常 你當年選出來的立委 平常在做什麼嗎 你會發現在電視上 好像大家常常聽到那幾個立委 就那幾個常常出來發聲 你的那個地方立委 很有可能平常沒有在發聲 但他有可能有在提案 也有可能有在諮詢 也有可能根本就沒有在提案或諮詢 那你知道嗎 你知道他們這個月 立法院又加開臨時會嗎 那他們在處理什麼 你可能只看新聞 你可能不知道 你自己的立委 你選出來的那個立委在做什麼 我就從這個概念出發 然後就去寫了一個APP 之前在紀律平黑客松提案的時候 叫一聲監督 後來覺得這名字太中二了 就是我那時候試用 如果大家有印象 就是賴清德 就台南那邊 有人試圖一直追著賴清德監督他 殊不知賴清德都要選總統 那後來改名為立法院大小生 其實沒有人會在App Store上面搜尋一聲監督啦 所以我就為了方便大家搜尋立法院搜找得到 改這個名字 那它是一個 我自己本身是iPhone原生開發者 那我做這個專案用的是READ Native 那它當然也是一個開源的套件 對 做了iPhone跟Android兩個版本這樣 這個專案呢 我就做了這幾個嘗試 第一 我把它丟到public domain上 就不要再用什麼MIT license 我也不指望你 塞著我的名字 或是用之前還要 要不要免責什麼 都不管你要用什麼隨便你 這樣 丟public domain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 有趣的可以分享的是 public domain就是 算理論上你只要聲明放棄 著作權就好 然後我就去查了一下 網路上常見用在開源軟體 因為CC0 Creative Commons0 這個常見的public domain的一種聲明 主要還是用在文件比較適合 那所以我就想看一下 在軟體這個領域 有什麼樣的聲明方式 比較適合做public domain 其中有找到一個是 What the fuck Do what the fuck you want license 這個 真的有這個license 然後真的有人用 但我覺得好像 因為我後面要去投了術發部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好像不太好聽 所以我又選了 GitHub的一個比較中性的 叫Unlicensed License 它意思就是 我不要這些license 然後我要免責 大家都講清楚 就是我丟public domain了 你也不要再來找我 這樣 這個當然就是我們沒有 他們那麼有責任性 不是啊 就是我們沒有那麼 畢竟這還是一個side project 對 我們就是希望它丟到public domain 你可以用 你可以幫忙也可以不幫忙 沒關係 反正我會做 所以我剛才提到我這個專案 後來去投了這個術發部的 公益創新真案一般的活動 那這個真案活動呢 它有 預計有這四個階段 你在網站上也都看得到 它第一階段的創新真案 是我現在通過 就是已經有十萬塊錢 有一把案在上面 所以大家知道術發部 或者說至少媒體所塑造的術發部 那蠻多經費嘛 所以大家也可以保持關注一下 就是這個真案100 這100個專案裡面 大家未來會做哪些事情 那我自己很剛好的是在 第一個專案被列在上面 然後現在正在進行的 就是第二個 概念與服務驗證 總之就是經過一個現場present 然後下個月才會知道 有拿50個專案進去 那這50個專案就會再拿到30萬 然後到第三個營運驗證階段 就會進行我們剛才講的 平方募資 但它其實不太像是 我們剛才講的 Gitcoin平方募資 到時候大家會看到 大概在8月到11月 大家可以保持關注 各大的贊助平台應該都會有 會有這個真案100專案的募資 它的募資是說 我記得是每個人至少要投500塊錢 然後這些錢 我們現在其實不知道 但我猜背後應該沒有 多得配捐的錢 沒有像剛才那Gitcoin grants那樣子 它應該是拿來做這個比賽的分數而已 但這是我們第一次在國內 或是說從術發部的這個真案活動 看到第一次要把平方募資的概念丟進來 我相信它應該比較像平方平分 也就是越多人來捐500塊給這個專案 它最後獲勝的機率就比較高 也就是說還是國家出錢 因為到最後永續營運的階段 會提供的獎金是一個500萬一個300萬 15個200萬 所以這是我目前所看到 至少在國內要做一個開源公益的專案 可能賺錢的方式 就我們希望有民眾可以提供小捐款 然後背後現在沒有資金做配捐 沒關係我們先靠政府 大家可以關注 8月到11月應該就會有些出去 如果你沒有看到我就知道我沒有上 所以從這些回頭 我們可以想一下 Site Project這個開源專案對職業的價值是什麼 我的初步心得就是沒有價值 因為在我的職業裡面好像 其實我不只這個Site Project 剛才提到PT 這些對我出去面試都沒有價值 其實簡單 我們講更精確一點 如果你要去大公司 大家只要在軟體之下都知道 一定要刷題 那這也完全可以理解 因為刷題是最scalable 就是有點像大考一樣 就是它最快可以先檢測出你的基本能力 所以沒責你一定要刷題 那我自己面試比較多都是中小型軟體的公司 那中小型就是它可能比方說才十幾二十個人的軟體公司規模 所以大家接受面試的時候 通常會給你試作一個專案 那通常這些專案呢 也會給你錢 也就是說 它透過看你試作這專案 以及跟他們討論過程 來知道你的程度到哪裡 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效 就可以很有效的知道 這個人對公司的文化跟你的能力的評估 但是你可以想像它很不scalable 就是大公司當然很難這樣做 然後試作專案為什麼要給錢呢 如果大家在軌道可能有一些案例就是 有些公司做不出來的難題 然後就丟給那個面試的人 然後結出來之後就說 好謝謝你 然後就不入用它 然後把它solution來用 對有這種風險 所以他們通常 至少我看到的國外有很多是會給錢的 那所以Side Project有什麼用 我覺得Side Project真的最有用是我當初 因為我也不是志工本科系的 在我當初出社會的時候我Side Project可以用 然後因為我剛才說我是IOS原生開發 所以我預見到接下來 不管是V3區塊鏈 或是現在有很多App 都已經是走跨平台開發 所以我很有可能得面對 我得用跨平台的程式語言 所以我做這個Side Project 其中一個用意也是 我可能要成為下一個新人 為什麼這件事情重要 你可以看到這個Tweet上面 我們的可憐的IOS 它的薪資成長 在美國的中位數下降了 再倒數第二個 再倒數第二個 那Mobile IOS加Android 是增加2% 大概可以忽略 但大概就是你可以看到 跨平的開發已經快要四變主流 大家因為它可以下降蠻多成本 你相信的話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Reanative就是它跨平台沒錯 但是你同時要解決IOS Android跟JeroSquiz三個平台的問題 但是老闆覺得很有用 所以你還是得學 所以我們最後回顧一下 就是這整個開源工藝專案 能賺錢嗎? 我覺得還在一個探索階段 尤其是應用程式這一塊 那我們當然也不知道說 像這樣一個Side Project 它可以運作到什麼程度 因為其實世界上也沒有太多工藝專案 但是很有效的一直有募款金額進來 那有一些是已經有完成一個很好的NGO 所以它才去做App 但是從倒過來從App去完成 我們剛才看到那幾個案例 有很多是一個人 所以它只要應付一個人的支出 有一些小的捐款 一些配捐是OK的 那我們就希望可以接下來看到 國內有更多相關的應用 以上是我分享 好 讓我們再接聽一下那個分享 那有人想要就是問兩個問題嗎 我問說我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我昨天聽我之前 就在一個我部長的頻道 做一些那個那個派軟的部分 他們可能都在那個研究中 用一個做那個那個 有很多這些東西 但可能就是大企業他們 可能會不繼續它來用 然後但是也可能會不公眾做 也有可能會不公眾做 也有可能會不公眾做 那種授權 那種授權 就會有一些那個 做那種抗議員 比如說把那個 他把門登記之後 就故意那一段圖一堆東西 用一個沒辦法 用過製作那個 可能就用什麼 說像NASTIC 就它推出的 非常極度保守 到那個不被任何是堪證 任何開門 那種開門的授權 這個 雖然我們今天講的是賺錢 然後你會發現 不管有沒有錢 那個到處都會吵架 只是公司在內部吵 然後開圓社群在外面吵 給大家看這樣 所以他剛才提到案例就是 有很多開圓社群 跟商業公司之間 或是跟一些公司內部使用之間 會有一些衝突 那這些衝突甚至導致社群 會發出一些各種奇怪的版本 或者是更嚴格的授權版本 那軟體使用上 可能對其他人更不那麼友善 那我看法是什麼 我看法就是 我一直都比較相信 Linux那一套 就你看Linux 它雖然是Linux 這個Kernel 雖然是GPL 然後很多人會 比方說你如果有看過 就中國有很多Android廠商 然後會用Linux的去做他的手機 但是他全沒有開圓出來 然後就有很多鄉民 甚至有曾經看過一個 就是一個女生Youtuber 就跑去中國那個公司 嗆說 你應該要開圓啊 你是誰誰誰不是說要開圓嗎 但你會發現Linux 其實沒有做過這件事情 他甚至於不認為需要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 我們重點不是發生衝突 而是你要怎麼讓事情能夠一直往前走 這個東西能一直維運下去 所以Linux這個Kernel 你現在大家都已經知道 Linux現在最大的Contributor 不是Linux自己一個人 而是很多外面的商業公司軟體 甚至於是微軟 那你聽起來 乍聽起來 覺得這文化好像有點犯衝 就是怎麼會微軟擁抱開圓 而且他成為Linux的最大開圓貢獻者之一呢 因為從Linux Toros的角度 他覺得重點 GPL重點是 就是我丟東西出來 我也希望你能夠貢獻回來 而且我相信這對你來說是有利的 所以他去鼓勵 而且甚至於有可能去拉攏 這些商業公司裡面的人 來一起做這個開發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不管是在各個開圓領域 甚至於我們剛才提到區塊領域 大家都沒有想得很清楚所謂去中心化跟協作 到底是要從哪裡來 他不是從這些條文解釋去做 不是那些Amazon有沒有用 elastic search去做他自己的服務 有沒有GPL 這種授權的問題 可是你有辦法推動整個軟體開發 一直往前走 所以我自己的感想就是 其實現在普遍你社會上看到的專案 會這麼紛亂 大家的視野都還不是太高 現實來說 公司一定會考慮各種商業利益 比方說他剛才提到的一個例子 我覺得也很有趣的是 你幾乎市面上所有看到的開圓專案 尤其有名的開圓專案 在Google、Facebook內部絕對有一條fork 然後他絕對不會open source出來給你看 那so what 你不會知道now 你也沒辦法告他對不對 但這沒關係 如果你相信他內部搞出了一些page是有用的 然後你相信你會做得比較好的時候 我相信Linus就是我這樣的決心 Seq-Lite絕對有這樣的決心 總有一天你會丟出來給大家看 對不對 所以搭比endo其實是軟體品質 如果你真的重視的是軟體品質 協作只是他的一個方法 那這些吵架都沒有意義 有我的看法 問問問問問问 到這次提醒來講的就是去募集等等的各種方式的話 那預期或移動的經驗是怎麼去跟其他有各種做這樣的自己的做 collaboration之類的 然後怎麼去讓他們也有一定程度的回饋 回報頭腦等等的 我想要講我其中一個side project 我之前有做過一些side project 或者是像我現在做的立法院大小生 我做法的回饋就是 我再更前面一點好了 我最早先做出來的一個跟朋友合作的是這個Cafe Free Dance的APP 然後它就是有人開放的API出來 然後我就找一個設計師朋友 他覺得很有興趣 所以他就丟了一個設計出來 然後我就套上去 就這麼簡單 所以這個合作是非常單純 我們就真的是第一次在工作以外自己一起合作 這就很pure對不對 但如果是一個很大的project 或者是相對大的project 比方說我剛才講的台灣電子書搜尋 最早是我做IOS App出來 那時候只是因為台灣的電子書 自從伯克萊加入之後就 伯克萊然後remove 我記得還有一間 什麼點忘記 總之那時候已經開始有第三間 第四間電子書廠商出來 然後我覺得一次要搜尋還有幾間很煩 因為我其實只想要看 我要某本書有沒有電子版 所以我那時候做了IOS App 那做App之後就開始有人會聽說 那有沒有Android版本 那有沒有Web版本 甚至有人會想要有Extension版本 那我都不會做 不是 也不是說我都不會做 應該說我 我也不知道怎麼鼓勵大家來用 對不對 所以我當時的做法很簡單 就是我給朋友看 其實幾乎所有的專業開始都是給朋友看嘛 然後有些朋友有興趣 然後就歡迎大家來做啊 對 有人就做API 做API出來之後 欸網站就有人 前端他就拉他朋友進來 然後他們就做出網站了 然後Android開發者也非常嗨 喔我看到API了 就是要做出Android版本 然後我IOS App因為被蘋果不爽 他覺得這個東西是第三方 然後沒有用實力被下架 好這是另外一回事 但這個網站就是一個 另外一個點心案 就是我們把東西丟出去之後 你要給別人看 你要給朋友看 你去討論 他有興趣 歡迎加入我 我當時就是給他們 就是我覺得有點像 也不是放任 而是歡迎大家來用 然後大家就一起討論嘛 所以這東西你可以想像 它可以賺錢嗎 老實說是有的 它有remoteAP的推出的專案 但它賺的錢可能甚至於 cover不了server cost 但這沒關係 我們這群人 你可以想像 在場或是像我們這種 在公司上班 你平常很少有機會 有一個真的side project 專案在外面 可以run這麼久 而且每天真的有人在用 這個成就感也是另外一種 讓大家一起來做的動力 那就不一定是錢了 對不對 所以到我剛才提到的其他的開源專案 或是公益專案 真的需要到錢的時候 你就會需要比較嚴肅地去看待 怎麼分配等等問題 在那之前 我覺得大概你可以想像 都是同樣在一個方向 如果你找到認同相同理念 或是覺得有興趣的人 就一起來談 一起來做 就跟剛才Linus的那個想法很像 你要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不管是錢 職業 開源授權條款 像我們這個網站 開源條款全部都不一樣 大家愛挑自己 你喜歡就挑 這個就是我覺得 開源文化大家應該要一起反思的 重點不是吵架 不是條文 是可以往前走 可以留著就好 謝謝 謝謝